而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 文稿出版的时间是1776年 名字叫做《伯富论》 它的作者是亚当·斯密 一个相貌普通生活刻板 但是对人性却有极其深刻洞察力的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活动 经济活动的主要的动机 就是谋求个人的利益 就谋求私利 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 他用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屠夫 酿酒商 面包师 给我们提供食品 他不是出于仁慈 而是为了从我们得到回报 亚当·斯密认为 每个人在经济生活中 通常并不会考虑 他对社会利益起了多少促进作用 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好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 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 去实现一种他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 最终会促进社会利益 自由竞争 这个今天已经被人熟知的概念 成为贯穿亚当·斯密经济学术的基石 国富论提出的控制节目 是经济生活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简单地说 就是今天经济学家常常讲的市场供求规律 根据这个理论 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对外贸易战略 以来自身带的地银行 史密承说 我们可以留下不见的 能不能留下不见的 和限制 而根据 但 我们可以留下不见的 所以他们会买更多的东西 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 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 瓦特拿着这把钥匙 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那么亚当斯密 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 为工业革命的推进 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 工业革命的实质 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 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 也不是蒸汽期的发展 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 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 中世纪规章条例 比技术革新影响更深刻的 是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变化 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后来被瓦特和博尔顿 所代表的新兴阶层 推崇到了神圣的地位 他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理论中 获得最大利益的人 当他们在西方各国的议会中 占有多数席位时 亚当斯密的理论 开始对这些国家的政策 产生深刻的影响 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斯密的理论是在资本局发展以前发表的 它起了一个促进资本局发展的作用 使英国成为第一个世界强国 世界霸权国家 也使全世界的资本局得到发展 《国富论》出版十二年后的一天 伦敦刚刚下过一场阵雨 雾都的空气 煞时变得新鲜而清爽 这天晚上 职务仅仅是一个海关官员的亚当斯密 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做客 客厅里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股 几乎掌握了英国经济的全部命脉 英国当时的政府首相皮特先生也在其中 当斯密下了马车步入客厅时 原本散坐四处谈笑风声的绅士们 立即停止了话题 大家把眼光都投向了斯密 并纷纷站起向他质疑 斯密不好意思地说 先生们请坐 这时候已经站在斯密身边的首相皮特 认真地说道 博士您不坐 我们是不会坐下的 哪里有学生不为老师让坐的呢 1815年 英国人打赢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 这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 亚当斯密对英国的贡献 这一年 英国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 对于这一轮新的英法较量 有人这样评价 战争的胜利 不仅是不列天军队的胜利 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一个小小的细节 也许是这次战争最好的助教 拿破仑曾嘲笑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 但是这位法国英雄却没有想到 无论自己用多么强大的力量 采取什么严格的封锁措施 也难以阻挡小店主国家的产品 涌入他要去的地方 拿破仑更不愿承认 即便是自己的军队与英国人面对面作战时 法国人身上穿的军服 也都是来自英帝国的棉纺织品 利用自身首屈一指的工业优势 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 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 它率先采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 来扩大国外市场 也就是用取消别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 来换取别国取消对英国产品的限制 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 英国制造 从此在更大的世界市场里长驱止入 为了实施自由贸易政策 英国用武力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打开了大门 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太阳不落的地国 在这个帝国里 一个以英国为核心的商业贸易圈逐渐形成 英国的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 曾这样描述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 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民区 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 秘鲁送来白银 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文敦 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 我们的咖啡 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 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 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居高临下的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 反过来又极大的推动了英国工业化的进程 到十九世纪中期 英国往昔那种田园诗般的风情不见了 带之而起的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世界 乡村建起了灰暗的厂房 城镇竖起了高耸的烟囱 工厂里挥荡着机器的风险